歡迎回來新一集大王OpenBox 今天開箱鵬超的玩具 就是大家的... 甚至是新世代男神之一 JJ 這個Jaguz Jaguar New Generation Edition 就是在一個套裝設計裏的新造型 他在Ultraman套裝設計裏 因為他出來搞事 他不是搞事的 他是做一個很令人敬愛的隊長 但見他回來很開心 這次就是有這隻新版本 其實因為之前已經出過一次 我那隻也開箱了 當年那一盒還是我的友台朋友 拿來開箱 當然是我自己買了一盒 而今天開箱這個就是新版本 應該是近年出貨的 雲書限定 不如給大家看看 後面呢 其實都是說回這次的... 有一點不同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在形體上 設計和以前的套裝版 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在一些細位裡面 是會和以前不同 包括一些紋理和一些零件上 都和上一次那盒有一點不同 嗯...OK 那我們現在就開箱看看 是 還有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盒我講完是這樣的 是 但是聽聞現在外面的 紙房 訂貨一次也有很多問題 對 好像有些店舖不知道不夠貨 又被人剪了單 所以有些單 可能訂了都派不到貨 這樣說 這一個就是它的本體 加上它這次新的零件 包括了Z-Riser 以及它自己版本的Z-Riser OK 我那一隻就是跟著什麼 是跟著Dark Ring Obo那個 我記得我那把劍好像不是紅色 對 這把劍也跟以前有些不同 對 我那把不是紅色劍 這隻真的有些不同 然後拆開給大家看看 對 其實在Z裡面的Zagora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指導我們的主角 或者到最後一些大的事件 所以這次它這麼受人歡迎 搶到這樣也是正常的 對 但它有沒有繼續有很多很棒的顏勵 當然有 這樣就沒有了 我很喜歡它的顏勵 很帥 很棒 因為它在裡面 一時要扮隊長 即是一個很正氣 很令人倚靠的大哥哥隊長 對 另一邊 就維持原本JJ的樣子 就非常棒 OK 我還沒有空清它 我之後都清掉它 那我就看到本體了 好 其實形狀 或者其他可動性 我想跟上次開的時候差不多 膠袋前面 胸口的擦不擦到 我先看看 應該是拔開頭就擦到 拔開頭就擦到 拔開頭就擦到 因為那邊真的看不到 對 慢慢拔開 對 對 我覺得它拔開頭也很容易 對 因為它好在頭的波裝夠大 雙雙落落也很方便 對 對 好 看到了 對 其實它胸口的傷痕 我覺得它這次 就算眼睛也做得不錯 好像顏色是不同的 顏色是不同的 對 照顏色跟我之前那隻不同 可能我之後放一些 我那隻的照片給大家看 而且你看到它肩膀的漸變色 都做得很好 漂亮 漂亮 就算上一隻的我認為很漂亮 對 而且你現在側面看 你看到它頭 或眼的紋 都十分型 對 這隻我記得 就算那時 沒有看鹹超的朋友 都看到我這隻 很帥的 也想買它 對 另一方面可以提提 就是背後 上次大王開箱的時候 就說背後的月亮形狀 做得不錯 那之後 這次它應該在這裏 那些線和顏色都好像有點不同 即是改了一點點 我自己現在開對於整個東西的造型或者顏色 我挺喜歡這次的顏色調 因為我看上去比上次的顏色是比較沉的 但也不錯的 上次好像是比較光鮮一點的顏色 但如果你這次例如看這些金屬件 你就覺得是沉一點的 好像用了很久的金屬那些 我覺得更漂亮了 因為這次Zagula在這個行銷世界都經驗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會去劇場版 他和紅海的不斷的愛 甚至因為這次Z也有鹿仔出現 他和鹿仔之間的互動是十分之正的 接著看看他的零件 然後再玩一下他的關節 那另一件事也想說回盒 就是因為你看到上一次的盒是會有他的卡 但這次他這些就是在Z-Riser裡面用的不同的關節 即是進入Z-Riser那些 一個個好像籌碼那個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是做得好的 對 另一個其實這一個就是 Ultramass Set 姚輝用的Z-Riser 對 但是在中途因為一些原因 那就是Z-Riser也用了來用的 納了來用越先 對 那你看到一些紋我覺得都OK的 漂亮的 叫做Z-Riser 上色都OK的 見到他各方面的 當然有他自己本身搶了之後複製的一個Z-Riser 對 聽我這件事很JJ 對 還有這個形態不同 是已經進入Z-Riser 即是快點按 就是你拆一拆之後再按Z-Riser的形態 我覺得都OK的 都OK的 這個好像就正面 紅色那些簡單的一點 但都不大問題 我左手應該就 對 然後反而把劍我想看一下 他挺有趣的 好 那還要把劍是有點不同的 對 我這個好像銀劍來的 對 這個變成赤劍 那還要我覺得他 無論是他的顏色 就是他有少少 有少少透明的感覺 嗯 那還有劍柄呢 我覺得都不錯 劍柄OK的 我一常一首歌都OK的 劍柄 他的顏色很漂亮 對 顏色跟我的顏色不同 這個也有他的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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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鬆開的 是否有迫藥在側下的手 沒錯 都是這樣的 OK的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零件 他有不同的手 例如他有一些 我不用整盤拿出來給別人看 更方便一點 不用做 他本身有一些銀色的手 嗯 或者他本身不同形態的手 令到你可以握一下劍 或者有不同的形態 嗯 手腕都是跟一般處理的 對 對 然後拿出來玩一下關節 對 其實呢 應該設計上 跟上一隻的可動性是差不多的 對 應該沒有大改 他應該是拿上一隻來改 你看到現在這樣 肩膀 肩膀的做法就是 變成它動的時候 那件可以就著它動 不用說去那邊 要跟著去那邊 那就可以就一個位置 開一個空隙的位置 讓它裡面是怎麼動 也可以 還有你看看它的可動性 它也有很多 對 因為它的手腕都不頂 對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說 一些它本身的 膝頭 膝頭 都是一樣的 都是掛 典型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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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段的關節 兩段的關節 你看到呢 就算彎到這樣 它裡面的皮套的感覺 也是相對OK的 不是有一個典型的關節 好像穿了皮衣 還有我很喜歡 例如這些位置 螺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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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得很好 放上去給大家看 這些位置是漂亮的 它的小位置 這位置 這位置又不用補太角色 整個層這樣上 變成金屬感覺 還有你看看 從這裡到這裡的反光感 都做得不錯 它又有老化金屬感覺 這樣就用了一隻腿 再動上去 上面那邊 上面那邊也是慣常地動 下常地動 然後這些位置 都動得不錯 對 而且它這隻腳 我覺得 真的不用用得太盡 我自己覺得 只要是站著 拿著劍 對著你 很帥 甚至你看看 那條腰 它的關節 我現在不特別拆它 當然是兩段 兩段 所以 你無論是這樣彎 或者是這樣扭 都可以 它不會頂甲 對 它是基本上 向上游得 向下游得 它不會頂甲 對 它前面有腰帶位 走一走 讓它下來不頂 對 那整體這隻 就OK 你搶到貨就行了 像你這樣 雲限買完 坐定定在家 等它寄來 非常好 對 另一方面 其實它 那些配件 你也可以用回 以前Dark Rain那些配件來玩 嗯 甚至是之後 如果是 我不知道Z會不會再出 另外一些配件去玩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那另一隻 我比較是更加開心的 就是 另一隻我們在Z裡面很喜歡的 這個機械人 射分架 射分架就快要出貨了 我也跟了你單買 可以到時候 拿回來玩 射分架 但是 你說Z的Series 因為 我始終自己 我個人 我對SHF的超人 始終它不是好像Zagora 是好像皮套類 始終有些位 關節都露得出來 對 但是 以我們的友台主持去玩 Z的一些SHF都算OK的 OK的 我看 都不用只是友台主持 阿芬總我幾個 他有一隻都好像漂亮 我看他拍出來 所以 如果你對於Z系列 例如 Jagor's Jaguar 的New Generation Edition 或者其他 我都覺得值得入手 對 這個 這隻 聽聞好像 現在是 可能的課源難搞 因為很多事實 我都不是很追蹤 沒有理會太多 但是 有些地方 可能是 日本的單 可能都不夠 變成 有些地方 可能是香港 有機會要退回錢 你拿不到貨 電商好像 這隻 可能有些地方 但如果你用過一個 心儀 即是你接受到的價錢 以前去 入手 我覺得 否則 自己量力而為 我覺得 炒得太恐怖 買不到就遲一下 我覺得 雖然玩具 不是很奇怪 但我也覺得 買玩具量力而為 最重要 買得開心 不要辛苦 即是你如果喜歡這隻 可以 比較方便買到 那麼OK 追得太辛苦 追得太辛苦 不可以再等一會 我覺得 下次有機會 我們拿一隻 十分架回去玩 我也期待 十分架 我就算還沒空 清掉那個套套套套 我也不知為何很喜歡 十分架 好可愛 所以這隻 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 始終是我第一隻 收的 雖然 無論由 奧布開始 到現在 甚至之後的劇場 我都希望他再出場 我甚至乎很想去出人間看 我很想去出人間看的 雖然 對 這個 身世的另一位男神 今天到這裏差不多 謝謝大家收看今集的Open Box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